夏季如何保证好的睡眠 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可见睡眠对人是何等的重要 但是盛夏来临天气炎热 常常睡不着觉 醒得早让人觉得很无奈 要想在火辣辣的一个夏季 有个好的睡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做好降温措施 研究表明人体入睡的最佳温度 是低于我们人体温度的10度左右 也就是26到18度 是比较适宜人入睡的 夏季睡眠不好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没有做好降温的措施 如果温度不是很高 建议大家开窗通风入睡 或者使用电风扇降温 空调要开在28度左右 然后身上盖上一层薄的毯子 一定要注意室内温度 不要忽冷忽热 以免着凉感冒 第二 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睡眠环境 保持室内安静 床上可以铺上凉席 枕头要调整好角度 这些都可以促进睡眠 对我们的睡眠有很好的帮助 第三 做好防蚊措施 夏天蚊子比较多 加上蚊子很容易传染疾病 所以要做好防蚊措施 驱蚊最好的方法是安装蚊帐 它没有蚊香的刺鼻气味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特别适合小宝宝的家庭 另外 在蚊子肆虐的时候 可以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里 分别放上四到五盒的清凉油 将盖子揭开即可 其驱蚊效果非常好 可以持续一个夏天 第三 不要空腹或者吃得过饱入睡 晚餐要把握好 不可不吃也不可多吃 尤其是宵夜 最好不要吃 晚餐过饱不但影响睡眠 还会引起肥胖 第四 作息要有规律 睡前不要进行剧烈的活动 中老年人不要通宵打麻将 不熬夜 不看电视 不上网 第五 午睡时间要控制 夏季午睡有利健康 但是要控制时间 健康的午睡 以15到30分钟最为恰当 午睡睡得太久了 刚起来的半个小时 会有轻微的头痛 全身无力等症状 午睡过久还会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 这五点你转发给最重要的人 祝愿所有家人都有一个好的睡眠 祝天下的所有父亲节日快乐 关注合一 不活99 谁也不许走 明镜需要您的座场